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二月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彭帅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法国媒体对报的报道 彭帅在对前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提出性侵指控后 首次接受外国媒体独立采访 采访在北京一家酒店房间里进行 这家酒店隶属于中国奥委会 彭帅当时由中国奥委会办公室一位主任陪同 文章介绍彭帅说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出性侵的指控 他同时表示对在过去三个月中对他的健康表示关注的人表示感谢 他重申了去年底 他对中国媒体所说的 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于他的健康感到担心 他说我想感谢所有ATP和WTA的球员 所有运动员和关心我的大量人士 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关注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关注我 彭帅说十一月的确在微博上曾经发帖 但是他说帖子是自己删的 又否认他曾经指控张高丽对他进行性侵 他说我从未消失过 每个人都能看到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 在上海的一次采访中 以及通过给WTA的邮件 还有其他许多信航往来 我都已经说过了 我的帖子引起了外部世界巨大的误解 我希望不要再歪曲这个帖子的含义 我也希望我们不要在这上面增加更多的炒作 我从未消失过 有很多人给我发信息 而要回复这么多信息是不可能的 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有人对我进行性侵犯 根据报道 彭帅的评论与他在十一月时发布的文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当时说那天下午我非常害怕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 我没有同意与你发生性关系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哭 此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 他将在北京参加冬奥期间与彭帅会面 彭帅表示他之所以三十分钟内就删除了这一个微博 是因为他自己想这样做 而他之所以和WTA没有进行沟通 原因是电脑出了故障 他说我从未消失过 有很多人包括来自国际奥委会的朋友给我发信息 我来不及回复 但是跟我最亲密的朋友 我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也与WTA讨论 在年底的时候他们网站的通讯电脑被改变了 很多球员在那个时候难以登陆 我们始终与同时保持联系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我消失了 他同时说不要把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 他说感情体育和政治是三件非常不同的事情 我的感情问题我的私人生活不应涉及到体育和政治 体育不能被政治化 因为一旦被政治化 大都市时候就等于背弃了奥林匹克精神 这违反了体育界和运动员的意愿 同时他也解释了为什么选择与巴赫而不是WTA的主席希盟沟通 他说我没有选择什么 像所有人一样我看到WTA官方网站上的声明 这对我来说很不寻常 为什么我需要心理援助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搞清楚这件事 但是如果WTA的心理专家联系不上我 认为我已经消失了 我认为这有点夸张 所以看了声明之后 我亲自给希盟做了回复 发了好几份邮件都是我自己写的 是我的个人声明 当天晚上我还通过微信发给了球员部的同事 以便亲自确认我是工作邮箱发出信息的作者 而至于十一月初以来彭帅的生活 他自己表示就像应该那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而同时彭帅在接受采访时 透露他已经与巴赫进行了会面 周六二人一起吃饭 同时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和讨论 彭帅同时宣布退役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疫情方面有关的消息 广西摆测全市进行全员居家隔离 广西摆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在今天发布通告表示 从二零七日开始将对全市采取全员居家隔离管控措施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香港有关的消息 根据香港星岛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香港中联办的领导人在上周个别约见了建制派中的重量级大佬 征询他们对于特首人选的意见 中联办官员并没有具体提出下任特首人员 仅仅是进行意见征询 根据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有关咨询工作是在上周大年初一以后进行的 中联办咨询的建制派大佬 包括现任和前任政协常委 爱国爱党阵营内所有团体领导人 是由中联办副主任亲自进行的 采取的是一对一咨询 以了解他们对于特首选举特首人选的意见 而由于特首选举临近 有受咨询人士对于中央政府现阶段 仍然采取这种开放式咨询工作 也感到比较奇怪 星岛日报引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的话说 有意参选者在没有得到中央祝福 有信心获得一大部分选委支持下 一般不愿意公开表明参选意象 他表示大家都在研判形势 过去特首选战比较早开罗 原因在于有为数不多的反对派选委存在 因而处于弱势的参选者希望通过拉拢反对派 获得提名票以及投票时的按票机制 最终出委 而反对派也可在选举中发挥影响选情的关键作用 但是现在情况已不同 在没有反对派选委的情况下 选战提早发生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而同时他表示中央这一次非常严谨 因为下一个特首任期是关键时期 现在国际大环境已出现了巨变 要想如何在大环境下维护香港国家安全 香港社会经济也处于关头 要深层次破解矛盾 建立多元化产业结构基础等 据公开资料显示 香港下届行政长官选举提名在二月二十日开始 三月二十七日即将投票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乌克兰局势方面的 有关进展 在今天沙利文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 表示目前处在窗口期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可能迫在眉睫 随时可能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 他说可能是现在的任意一天 也可能是几周后的某一天 但是俄罗斯也可能选择采取外交途径 此前华尔街网报引述来自路透社的报道介绍 俄罗斯已经部署了其认为全面入侵 乌克兰所需百分之七十的战斗力量 美国官员表示 俄罗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战术部队数量 从上周五的六十个已增加到八十三个 还有十四个现在在途中 沙利文对福克斯说 俄罗斯已具备了对于乌克兰发动重大军事行动的能力 我们一直努力准备应对 过去几个月密集工作不只是为突发事件准备 也是为所有突发事件做准备 并将与盟友伙伴合作 研究各种情况下不同的应对措施 同时他强调普京非常有可能下令攻击乌克兰 沙利文没有对预测发表更多评论 但重申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对于乌克兰可能产生的影响 他表示如果普京选择升级乌克兰人将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也会让普京付出战略代价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加拿大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沃泰华市长发表声明表示 示威抗议日益失控 对于市民安全保障构成了严重危险和威胁 他强调一些参加抗议活动的个别人士可以发号使令掌控全局 而他们的人数比警察要多得多 他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表示当地需要其他司法管辖区和政府级别的支持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周排除了动用军队驱散抗议者的可能性 但是现在示威活动出现升级 特鲁多没有进行更新表态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整理报道 加拿大和美国立法规定通过两国边界的卡车司机必须完成疫苗接种 措施在一月生效 加拿大示威活动随即演变成广泛反对防疫限制措施的集会 尽管疫苗的有效性得到普遍科学家的认可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现在这一支所谓自由车队已开到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 甚至还得到了美国福克斯新闻 播客主播罗根 特斯拉富豪马斯克的支持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一些支持者 甚至计划在DC发起类似所谓自由车队的抗议活动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奥运有关的消息 微博管理员账号今天发布公告 说冬奥举行之际有用户出现违规行为 以比赛输赢状态好坏为由 对运动员和家人进行人身攻击 有部分运动员粉丝出现引战互私制造对立的情况 根据微博社区公约等规定 微博对九十三个账号市程度采取禁言三十天 至永久禁言的处置 删除攻击运动员评论三百余条 清理违规微博一百二十一条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我们下次再会